好回到蓝薰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照例的邀请到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哈喽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 这个讲到的又回到了疫情 那我想大家应该非常可以理解了 因为突然之间 这个全球的第二波疫情呢 似乎卷土重来 其实已经卷土重来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似乎呢 这一波来尤其来自于欧洲 突然之间呢这个疫情暴增 让大家特别的感受到呢 似乎呢进入秋冬季节的这个时候 好像呢对于疫情的感受度 必须要让自己更加的提高警觉 那各个国家的政府 目前看起来也都很伤脑筋 好所以呢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 讲到说为什么有那么的多的 这次的封面故事的标题还蛮长的 是一句话 为什么so many government get it wrong 做错事情了 然后呢就很像是一个打怪的 这样子一个游戏 好多动 然后呢就要把这个新冠疫苗给打下去 病毒了 结果打打打打 但是呢看起来呢似乎此起彼落 打不完的感觉 好那所以呢 他这边讲的就是在讲欧洲为主 欧洲现在已经天气渐渐凉了 嗯 然后那大家现在就担心 除了天冷 大家也更少外出 更少外出 更常待在室内 也就更容易被传染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很担心秋冬细节啊 这个病毒跟疫情会卷土重来 或者更加的恶化 那目前九个月来 但若是自己待在室内 不要跟别人一起挤在室内 应该也就还好啊 就通通居家嘛 对对对 大家都各自在各自房间里滑手机 好惨 这波疫情 我们现在回顾九个多月来 死亡人数已经破了一百万 嗯 这是这个礼拜 周末 一个门槛 本来是九十几万嘛 我还记得礼拜五 礼拜五的时候 看起来就这个礼拜那会破了 嗯 那在精英学院结稿的时候 而且这还是乐观的数字 因为要知道很多国家 要么没有足够的筛减 要么也没有很 很好的治疗跟数字回报 嗯 所以搞不好还会有另外的一百万 其实他已经因此死亡 只是没有列入统居数去当中 嗯 所以你看从新英国家 例如像印度 印度最高基础 你看一天会有九万人确诊 嗯 到先进国家美国 美国现在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二十万人了 OK 然后现在有二十六个州呢 单州的这个确诊病例人数破新高 嗯嗯嗯 要是要以上我们讲的这些 每天都看这个数字啊 清一旋说他不是数字而已啊 他他其实是很大的伤痛 是啊是啊 其实像像我们每每到现在为止持续每一天啊 在八点到九点都还是会去很快的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全球疫情 我就觉得这个全球疫情不只是在讲这个数字 你要去看他的一些消长 你要看到他可能对于每个政府可能的挑战 你还可以看到他可能必须可以事前的看到趋势而去布局 你要去看到他说他背后可能会产生的后续连带的效应 包括经济 包括你刚刚讲到每一个的家庭 对不对 嗯 所以嗯 现在就别已经去世了 也就更不用说 但就算治疗复原之后 嗯 大概有百分之一左右的病患会留下长期的后遗症 嗯 更别谈说疫情过程中贫穷的啦 然后因此失业的啦 经济生活陷入困顿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单单的一个疫苗 一个病毒 疫苗出现之后就能够很快解决了问题 对很多的人生来说 那他的标题刚刚你说政府 很多政府犯了错 嗯 错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在防疫上 我们做几种几个 四件四个大的招数 首先第一个是testing 筛检 嗯 再来tracing 追踪 嗯 再来social distancing 尽量要求大家在家里咯尽量的设计 维持距离 对 再来呢是clear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政府很透明的让大家知道疫情如何掌控跟发生的现况如何 嗯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其实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啦 呃 以色列啦 西班牙 其实在这些事情上都不见了是说对的 呃 他举个例子你看像瑞典就很典型 嗯哼 瑞典 嗯 瑞典不就佛系抗疫嘛 嗯 所以他问题就没有没有在封啊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瑞典啊 这死亡率是在北欧里头最高最高的而且高着很多的倍 在北欧啊 在北欧啊 在整个欧洲嘛 不是整个欧洲 因为这波疫情里面的话 其实瑞典相对于这个西欧跟东欧还算好 但是在北欧里面它是看起来最严重的 没错 他现在目前死亡率每10万人58人 嗯 相较之下丹麦每10万人只有11.1人 58比11.1 相较之下芬兰每10万人只有6.9 嗯 相较之下 挪威每10万人只有4.93不到五个人 所以相达10倍左右 OK 而且而且以今年第二季的GDP来说 瑞典呢整整衰退了8.3% 嗯 这也比丹麦比芬兰比挪威要来的还是惨 嗯 嗯 所以所以嗯 另外像纽西兰也是啊 纽西兰其实第二季的经济衰退也非常厉害 衰退了百分之2.2 嗯 那所以这其实都是政府 呃要嘛呃没有做的很好的筛减 要嘛social distancing没有做好 要嘛很多数字也没有很明白的让老百姓知道 尤其很多的新兴新兴国家 你看像印度 其实很多数字 到现在为止老师说呃我们都只能参考参考而已 啊那九个月来呢 刚开始政府还可以说啊来的没有经验所以措手不及 嗯 但是其实今天可以看到呃很多的国家大概都比没有借口了 嗯 因为有好的例子在前面就看你有没有做的到有没有办法跟上 嗯 他举的好的例子其实举了这些国家加拿大中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台湾嗯这些都经济学人指的说这些其实都是做的相对比较好的国家 嗯嗯但是比起你刚讲的这些国家里面听起来还是台湾做的比较好 而且中国啦中国最近最近控制的也很好否则你刚讲到像什么意大利啊加拿大啦最近也开始有点起来了嗯 尤其像加拿大我已经看了很久了他一直在美国旁边嗯但相对于墨西哥其实加拿大一直是比较好的但他最近也是每天都破签嗯嗯 嗯呃而且我们看了这个数字我刚才说其实大家某种程度的参考他可以是指标但不能就完全尽兴因为实际上呢新医学人说呃其实不止新医学人很多新病专家也都认为 可能远远高于此嗯嗯呃例如就有一个survey呃涵盖19个国家啊他就说其实1月份的时候其实如果按照这个调查他们自己的估计每天呢可能全球已经有100万人被感染在1月份到了5月份每天最高纪录可能全球有500万人受到感染嗯嗯所以换言之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推估的话到现在为止全球大概会有5亿以上的人 已经其实被感染只是我们的数字没有看出来而已啊而这个数字当然已经占了全球人口6%到9%之间 嗯对但重点就在于说我也同意就是像我每天在看好像非洲你会相信非洲的数字就是只有什么摩洛哥跟南非这样零零星星吗啊那但是如果说是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潜藏着的那至少是有一个好消息的地方在于说代表他轻轻症代表他甚至没有症状他不需要到医院去呃去进行救治哦所以也不至于造成这个医疗体系的呃整个的崩坏啊整个的压力过大 但是重点在于说他自己之所以会去探讨说目前这个新冠肺炎在第二波疫情起来的时候他的感染力是增加的对但相对来说他的可能致死率跟住院率是比较严先所预估的来的轻轻一点点嗯但是只是说他要去检讨说到底政府哪里做错了那他觉得做错了什么呢 譬如说呃这些看起来让这个新冠疫情开始传染开来的这些国家嗯嗯就算是呃因为你刚刚讲到瑞典嘛哈他一十万人里面有五十八个人所以他等于是死亡率是万分之五嗯其实也还算可以只是他相对于其他的北欧做的好的国家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嗯其实不止是他其实这个这个专里头并没有特别真的哪一个国家一泛泛的就是全面的谈从北欧到美国到很多的新型国家嗯嗯那你会看到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刚刚讲有些国家就做得好相较之下你就知道哪一些国家他的疫情的严重其实跟他政府的执行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嗯嗯嗯那接下来政府应该怎么办呢他其实说首先第一个你要找出代价最低的方法嗯什么叫代价最低的方法例如戴口罩嗯嗯口罩是最便宜的再来第二个也是很多政府呃没有作对是对学校开放与否嗯嗯嗯 其实要知道呃现在欧洲很多的国家都陆陆续续要开放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只有让孩子去上学呃让比较不容易受到感染的孩子离开家里之后家长才有更多的余力去工作去赚钱去想办法维持住生活嗯嗯嗯那你经济的受伤再不会这么的严重嗯所以他说opening school呃是重要的嗯但是呢不可以开酒吧嗯嗯ok哦哦意思是说呃开放并不是全面 你其实是要很严格的看不同的领域何时开放的你才可以开放但是我我我记得啊这个欧洲在这一波第二波疫情的时候忘了是这个英国还是法国也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要不要因为就在我们还是西班牙就在他们的第一呃疫情爆发开来的啊这个好像有点接近好多千或者破完的那一天嗯嗯他们是学校开学日嗯嗯所以政府就在讨论说我到底要不要让小朋友回去上上学那他讲的理由应该要回去的人所持的理由跟你刚刚的说 一模一样就是说你要能够出去父母亲还可以安心的去上班嗯那整个的经济才不会受到疫情的打击但问题在于说那你得要学校做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嗯嗯对不对小朋友他进去戴口罩然后呢他必须要像梅花座一样嗯嗯去那个要隔开来嗯所以他们其实在欧洲有些学校里面本来的一个呃教室里面可能可以有二三十个人上上学的现在变成只有十个人左右嗯这个其实都要做好准备啊对不对所以政府必须要真的要去 部局部的够够够够那个否则的话你说呃呃城乡之间大学校小学校之间资源多跟资源少之间的学校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是啊嗯所以我就说后来我忘记那个是哪一个国政府他就决定暂时停职嗯嗯上学嗯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能做不到像美国的做法是是让学校自己决定嗯所以每一个学校这种小学中学到大学呃尤其是大学你会发现全美国呃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政策是啊是啊 啊有些说啊你完全还是先这个学义都不要来了嗯继续注册了在家里上学就好嗯那有些会有一些课说啊你可以回到校园里来所以大家做好服务然后就算你要回到校园里来大概都会有基本的要求嗯嗯呃要要要你遵守啊例如啊进了校园要戴口罩呃进了教室要做什么事情嗯等等其实都有这样的基本的规范啊但整体来说这几个月来其实包括美国在内呃英国在内也都有很大的进步嗯嗯 他举例来说比方刚开始的时候在英国啊英国呃呃真的确诊了然后又很严重到了急诊室嗯嗯他说这急诊室有呼吸器设备的大概就30%嗯嗯嗯但是现在呢已经有90%好所以所以意思是说其实这状态是在改进当中的嗯嗯那为什么这改进重要呢是因为看起来改进不是控制疫情是如果疫情爆发的时候医疗体系怎么因应不这个也造也是为什么呃他认为 他很乐观的认为这个虽然确认去可能还是会有某种的让人家忧心但是死亡率正在下降嗯是啊嗯那这个重要是因为2021年看起来还会持续疫情会是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啊嗯你看因为就算有疫苗出来首先第一个他未必那么有效嗯第二个呃就算有效呃其实对于老人呃对于呃重症病人呃他其实当然是是很潜在的 也有威胁尤其你看初期啊那个疫苗看起来搞不好一剂还不够搞不好要打两剂才对嗯那想想看呃这么多的疫苗的需求要多少的玻璃瓶子来装要不可能嗯嗯嗯嗯那这些如果产量产能没有办法跟上的话其实初期你可以看到一阵的会难大家都在想嗯所以短期内呢2021年是没有办法满足全球对疫苗的需求的嗯所以他仍然持续会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嗯嗯嗯OK好所以呢这是经济记忆学 有人达着大致提他做的一个整理啦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呢第二波的疫情确实啊呃有延烧蔓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每一个国家呢显然的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呃通常都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啊不是做的不够所以才会导致这个疫情的蔓延好所以对台湾来说当然是一个几提醒啊一个警觉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回到来宣时间就是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好疫情呢会持续的关注下去了啊那事上除了疫情之外的话呢很讨厌的是在整个今年啊呃半学的疫情就已经够够烦人了但中美大战呢一直几乎呢就是也没有停止过啊那OK我我看这个状况也会延烧到今年年底吧因为到今年年底美国才投投票 那投票之前我看大概也很难善聊了啊那这个话题里面呢有一个目前看起来呢是美中之间呃最大的一个呢斗争舞台呢就是到底TikTok啊这花落谁家或者说他到底要不要卖出去啊到底呢这个美国要不要坚持他拥有控制权等等好所以呢嗯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但focus是在甲骨文哦是在甲骨文这家公司身上啊因为TikTok的事件呃我们上礼拜有谈过 他的商业头条就是谈TikTok呃那这件事情还会再进一步的延烧我看可能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谈到所以他这一期的商业头条呃焦点呢还是谈TikTok有关不过重点放在甲骨文这家公司身上因为甲骨文虽然很重要可是其实对现代年轻人来说证明度绝对没有Facebook啦Google啦Amazon是啊是啊是啊 嗯然后讲到他们的老板哎在我们这一代的财经界呃应该鼎鼎大名吧那个Larry Allison是啊是啊是啊现在但是也很久没听到他的名字了对对对对所以现在你请你听完Larry AllisonLarry Who谁对啊我觉得现在好像有就一个人如果他可能持续的半年一年嗯两年没有被提到 这个人应该就是要变成那个历史人物了吧 但但但但照理说其实Larry Allison不应该被大家忽略忽略忽略 因为首先第一个甲骨文是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诶嗯他去年的营收四百亿美金嗯他去年的净利一百亿美金营收四百亿赚一百亿 二十五的净利率啊嗯嗯一九七七年才创立到了公元两千年当然遇到这个网络泡沫一度状况不好可是呢他因为自己现金很很多嘛所以趁着当时的低价啊大局的并购很多的软体公司嗯包括很有名的生羊电脑还记得吗啊还记得就被他并走了所以没有了哦是被他哦嗯PeopleSoft也是很有名的软体公司啊BEA Systems也是很有名的软体公司 很夯的就就被他那状况有点像现在Google啊Facebook啊一直在并购嗯这些公司应该当时其实大家都在看呃甲骨文做的这些大的动作嗯嗯所以在IT界称王称霸嗯嗯但也因为他在这些老IT的领域里头称霸日子过得太好了哈所以你看过去这十年来的云端商机他就完全错过了对啊我之前想到并没有与时俱进哈嗯要知道这个其实对于 呃呃刚刚讲了他的创办人他的老板Larry Allison来说嗯嗯老师我觉得他很介意的因为我相信应该是要介意的因为他现在最主要的业务是什么呃就是就是软体啊内容就还是软体对他当然因为主要他的客户都是大企业就是B2B就是了嗯所以一般人他没有直接你在手机上开到哦一个Oracle在我的手机啊对啊他的软体不是什么App或什么的不是不是不是啊所以所以一般人对他的认识不多但其实他 他Oracle在我们生活周遭了你能够接触到所有的大的公司其实现在都是他的客户嗯嗯嗯跟哪部分的客户那再加上现在的云端嗯那这一次的TikTok大家的解读就是甲骨文看起来想要在云端的领域里头扳回一层嗯嗯嗯因为Oracle他自己做这个设备云端对他来说最顺扭成长的嗯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有效的在这块里头呃打下他要的基础嗯所以他现在的所谓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他叫OCI这家公司啊一年的营收才20亿美金嗯嗯20亿美金有多少你知道吗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个云端做的最爱叫做Amazon啊是啊Amazon一年400亿美金哦OK所以你知道说其实他是遥遥落后的嗯嗯遥遥落后所以他现在希望能够激起直追呃他之前的database当然现在也不如过去那么那么夯了呃他database2013年的时候市占率还有44%到去年我看数字只有 28%嗯嗯嗯OK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们现在很多公司也都没有自己的官网了嗯刚刚就就全部都导流到YouTube导流Facebook导流到别的事情人民体去了啊所以就算几乎全部都在用云端都在用Cloud啊所以他Cloud的云端的这块绝对是他兵家必争之地他一定要去抢下这块所以嗯嗯你看疫情这这波当中他这两次的大动作其实对他有大有掌握一次是就是我们都知道的TikTok对 TikTok先看起来因为他们光在美国就一亿以上的用户啊是啊嗯那如果未来的主要所有资料都可以帮回美国住对对他来说当然是一大注意嗯但另外一个答案没有注意到的Zoom啊ZoomOKOK因为他这一次在经营前几个月嗯嗯就把Zoom签下来就远距啊的办公啊会议啊等等的这个软体你知道吗Zoom跟TikTok他把它买下来了吗不是就接下他的生意啊所以Zoom你要开会你你不用不用云端储存你的资料嘛都需要的哦所以你看像以TikTok来说 TikTok一年光是在云端的花费10亿美金嗯一家公司而已嗯好所以所以这一块一旦加入之后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说如虎天翼嘛如小虎天翼啊就他他要的并不是社群平台这块他要的是这个社群平台背后所需要的云端这件事情这个商机对而且而且他现在呃Oracle的云端跟微软的云端跟Amazon的云端其实也是有市场群 Одесс的矩得不更矩改的嗯嗯呃呃 ä相较于Amazon他基本上是强在他真的规模太大效率又快所以他去除除ки误导基本的简单的预算功能 但Oracle它本来做 começa的他本来就是俄软体的在云端的运算跟软体是相对的比较强大所以说未来除了用他的云端你还可以用 他的软体哦嗯嗯嗯所以这是足料数据是不是嗯嗯所以我想这对呃呃 今年已經七十幾歲的Larry Allison來說 我想是非常滿意的一年 至少就是第一個他出手了 試圖去跟上目前的快速的腳步 第二個就是看起來似乎頗有講過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這個人 他其實就是當年的馬斯克 有這麼怪胎嗎 非常非常非常 而且就是屬於那種很高調 傑傲不循 然後自視甚高 他也不怕炫富 他也不怕讓你知道他個性非常囂張 是 比方說我看過他一個小故事 他說他們不是這種有型人喜歡開遊艇嗎 據說他開遊艇的時候在海上 他只要旁邊看到有一艘遊艇在他的前方 他一定要先敲過那艘遊艇 好無聊 海那麼大 他又沒有固定的賽道 你說車子的話 你說這個他會擋到你前面 海那麼大 你幹嘛一定要去操他 反正不管 老子就不喜歡有人在我前面 好吧 這個人是 所以你知道 競爭性十足 是這種人格特質的一位領導者 所以你可以想像 他想做的事情沒有做不到的 那現在顯然他也這個 層級了或是說代呼了十年左右的年頭 人家只是 只是終於讓他逮到了一個大的機會 而且這個大的機會 看起來也是他佈局很久的 嗯 OK 那個佈局什麼佈局 政治佈局 是啊 佈局川普嘛 對對對 壓住川普是是矽谷裡頭很 很少數人會做的事情 沒有啦我開玩笑 很有話題性的事情很有話題啊 對所以我覺得藉由 TikTok這個事情讓大家同性認識 甲骨文以及聽聽Larry Edison的故事 嗯嗯 是還蠻有意思的啊 OK好 休學回回來呢 聽聽另外一個很有趣的人物 馬上回來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藍燻時間繼續和現場邀請到的 沈明聰來聊呢 經濟學人雜誌啊 好 那呃 甲骨文的老闆最近很夯了啊 這個Larry Edison啊 尤其跟川普今天的關係 然後呢 川普呢 呃 事實上當初要去搶啊 這個TikTok的 還包括微軟呢 但是不用講了啊 這個Bill Gates 你會知道他跟川普一定是死對頭啊 川普不可能給他的 好所以呢 我第一次說大家重新去認識這個人 好那另外有一個人呢 我相信更多人可能就啊 蛤 他是誰啊 早就退營講過很久 Dano Kendo 我只知道Dano Trump 哈哈 Dano Kendo 這個是誰啊 呃 這是我這期在Vincent寺中 非常推薦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嗯 呃 這篇文章講的是一個 大家已經早就遺忘的人 叫Donald Kendo 嗯 呃 他呢 其實是百事可樂 啊 的前任CEO 前任老闆 前任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突然提到他呢 因為他9月19號 99歲高齡去世 哇哦 99耶 對所以 9月1999 有四個9耶 對對對 非常非常高手啊 我想這篇文章 也許原本要放在副文的了啊 不然因為他借著寫這篇文章 帶著我們回顧這個Kendo的一生 這文章裡面沒有講的太多 但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另外再閱讀啊 但我相信一定是商業大戰當中的經典嘛 百事可樂跟可口可樂耶 沒錯沒錯 非常經典 非常經典 對啊 這麼糾纏了半世紀吧 嗯 呃 Kendo 他可以去找他相關資料 他很年輕就展露頭角 30歲就展露頭角 然後加入PEPSI之後呢 很快就接掌了Sales and Marketing 接掌Sales and Marketing之後 短短7年之間他就變成了CEO 嗯 CEO 所以呃 很快的就把整個PEPSI改頭換面 嗯 例如最歷史性的 有趣的一件事是1974年 他把百事可樂賣到蘇聯去 賣到蘇聯去啊 在鐵幕裡面當然也愛喝我們美國人的產品 嗯 至於你像把球鞋賣到 非洲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拓荒者 呃不只鐵幕 呵呵呵 突破鐵幕啊 所以呃 從他上任一直到1986年他卸任為止啊 百事可樂的營收 在他任內成長了40倍 嗯 來到了70幾億 不過那是80年代的時候 去年啊 去年 百事可樂的營收已經來到670億 OK 在他任內的在他當時呢 其實百事可樂跟可口可樂 我們都知道是兩大十對頭 他現在做了幾件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第一個 他是最早在美國大企業裡頭 願意拔著黑人當主管的 就像到70年代 真的要給他拍拍手 我們到今天都還在Black Lives Matter 對啊 OK 其實當時他就已經覺得 嗯 很多黑人 你不要小看他能力是很強的 他應該救能力來提供他們應該要有的機會 嗯嗯 他心胸夠開闊 沒錯 當然第二個就是當年跟客戶可樂之間的作對施殺了 嗯嗯 跟客戶可樂之間喔 為什麼搞到我們台灣都知道 當然我想年紀大一點都會影響一下 因為因為要照飲料本身 那秘方是不公開的 嗯 所以你們要說啊我們的成品 所以用什麼口味也沒什麼變 你一變反而更糟對不對啊 所以主要的戰爭呢 都出現在大家眼前的廣告戰 嗯 行銷廣告 所以我們大學都念過 百事可樂跟可口可樂的故事啊 沒錯沒錯 呃他這邊提供很有意思的數據 1975年可口可樂的廣告支出金 已經來到了2500萬 嗯 百事可樂1800萬 所以光是這兩家就已經4300萬的廣告業績 貢獻給廣告業了啊 10年之後的1985年 這個數字又進一步的放大 因為兩邊施殺的太厲害 可口可樂從2500萬變成7200萬 百事可樂從1800萬變成5700萬 嗯 三倍之多 哇 再過10年1995年可口可樂的廣告預算 又再增加了1000萬美金 來到了8200萬 百事可樂咬緊牙關超前 超前 他當年的廣告預算 1億1200萬 哎這個是多少國家裡面的廣告人的衣食父母啊 對你們盡量拼好了越拼 秒得越緊越好 對不對 所以這這樣先這麼大仇筆投入的廣告預算 在當時一整個20年啊 其實掀起了全球行銷大戰 是啊是真的 有多少的不只是他們花這個錢 你要多少的企業仿效 看到原來他們可以這樣子做 我們可能也要這麼做 然後廣告公司因為有了這樣的經驗 也能拿這樣的經驗轉頭去販賣給更多的企業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這很好玩啊 所以這在我們念類似那種廣告啊 傳播啦 或者行銷的這個範例裡面 你就等要有兩強捉對廝殺 就是你也不能夠讓自己落後太遠 如果太遠的話 你根本不會想要去超前嘛 所以問題是另外還有一個 就我們那時候還讀過另外一個 我忘記什麼case 老二哲學 有些人就覺得他甘於老二 但他覺得老二其實有更多的好處 沒錯 所以你看經過這麼一場捉對廝殺 因為一般來說 這種捉對廝殺是很不利的 因為我竟然是短兵相接怎麼樣 一般例如會出現瀟雜競爭 對瀟雜競爭的結果 很可能就會造成品質偷工減料 對那當品質偷工減料 其實受害的是誰還是消費者 但是呢 以百事可樂跟可口可樂之間的這個戰爭 你會發現大家會覺得那是一場良性的競爭 尤其你看對汽水這個產業來說 如果沒有這場大戰 汽水可能不會像今天來的 這麼受歡迎 這樣講也是 其實有點像是兩個人 兩個企業透過競爭 彼此之間相互拉抬 沒錯 對不對 沒錯 這樣就達到相互拉抬的效果 對彼此的聲量都放大了 我幫你放大 你現在你放大聲量 所以這是為什麼 你剛才在汽車業 有沒有看到 聰明的B&W跟賓士 就是會禮尚往來 沒有錯 當然是短兵相接 但是你百年生日 我會給你慶祝一下 這個我印象特別深刻 這也是在所謂的廣告行銷圈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經典 沒錯 所以1970年的時候 大概碳酸飲料市占率 只有12.4% 到了1985年的時候 碳酸飲料市占率 已經來到十分之一了 以去年來說 美國的碳酸飲料市場 已經高達770億 全球是3000多億以上 從這角度來看競爭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太有意思了 所以其實人跟人的競爭 或是企業跟企業的競爭 或是政治人物跟政治人物競爭 國家跟國家的競爭 其實你未必是一個 你死我活的局面 過程當中 如果說有所謂的鬥而不破 對不對 甚至彼此之間知道說 我們是一個相互競爭 也相互拉抬 彼此呢 這個競爭求進步 其實未必不是一件壞事 這是自由市場最理想的狀況 沒錯最理想 所以很少有 最理想的狀況就很少有 所以才會成為經典 一般來說要嘛就是很卑鄙的聯合行為 對 極體壟斷 極體壟斷 談好我們把價格一起烘抬弄高 我們自己算了更多吃虧的消費者 或者在極權的國家就政府介入 但是像真正 真相醜聞 但如果在很理想的狀況 如果我們可以開放競爭 大家用更良性的手法 大家或產品上更創新 行銷手法上更積極 然後彼此把市場把大名做得更大 這是大家都贏的結果 真的 OK好難怪這位Donald Kendall 大家認識了 不是Donald Trump 聽起來他比Donald Trump厲害太多了 值得大家認識他 但是他畫下了一個據點 在他99歲的時候 OK好我們休學回到現場 好回到藍軒時間 繼續和沈行聰 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我們剛剛在講到Donald Trump 我覺得要更正一下 否則我們的聽眾老覺得說 我對川普很不好 他一定也會歷史流明的 你明明就對他很不好 我那對他很不好 不是他有 我覺得重點是價值 他所欣賞的價值 或者他所唾棄的價值 這個事情到底在我們的心目中 它到底代表是什麼 你說有一個人他會 因為不願意去面對這個全球氣候變遷 他會認為說這個燃煤 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讓他繼續下去的火力發電 然後呢對於這麼多的全球的合作 國家跟國家的合作 他認為這是氣之如必其 他覺得他是老大 所以就要美國優先 這種事情我覺得 我覺得這真的看老百姓的選擇 就是他代表的還是社會上的一種聲音 就並不是只有他這麼多 就是強者適者生存 但是問題是 但這個強的權力難以來 老百姓投票給他的 如果今天不是強者的話 對啊 所以事實上就是這樣的 是 美國社會之所以誕生川普 他比較讓人家受不了 比方說太過自戀 什麼事都說他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做的最棒 大家都應該跟他講 重點是翻臉跟翻書一樣 他的人格特質本身 也是說謊誠信不是嗎 就為了勝利 所以我覺得在他的邏輯裡面 你最好是一個winner 就你要是winner 才會永遠是winner 那否則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弱者 在他的遊戲規則裡面 你永遠就在社會底層裡面 活該 你不覺得嗎 可是政治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問題是 這是我們期待的世界的狀態嗎 你期待世界不存在 對啊 所以啊 也沒有 我覺得所以就是看看你的價值 像這樣 我認為很多的歐洲國家 至少他在一些人權 人道 人文 這些部分 他就算覺得說 他不見得是讓一個強者 能夠登峰造極的 表面上的很快速的原因 但他絕對是一個充實內涵的 很重要的一個精神價值嘛 要不然人為什麼是人 之類的 好啦 我只是這樣講到說 我只是要說 創委一樣 我要試圖還他一個公道 說他一定在史上會有名 會留名 至於他留什麼名 但他心裡面自然有 他自己的那把尺嘛 對不對 你是要提醒我到時候要 如果他有副文的話 我要 對我們今天講了不少的副文 不可以這樣子講 OK好我們最後要講一個 其實很很特別的啦 這個在我們剛剛講到的歐洲 這個歐洲其實現在 雖然這麼的 比較開放性很多的部分 他就讓他盡可能的自由流通 但又有他的一個頭痛的問題 塞浦路斯的黃金護照 看起來現在好像在黑市裡面流通的 有點太過囂張了 這集我們聊個比較輕鬆的話題 在歐洲的欄目底下 他有幫我們探討了一下 剛剛講的塞浦路斯的這個 黃金護照的問題 OK 為什麼有這個問題呢 主要是我們都知道 歐洲的護照很搶手的 歐洲的27個國家 因為你只要取得任何一個國家的護照 你就可以在歐盟的成員國當中 隨便找個地方都可以定去 你這樣講 深根也不過27個 我們台灣150個 不是 是可以居住 就是你拿的 自由的居住 所以這是 而且裡頭大部分是福利很好 環境很好的富有的國家 但問題來了 這20幾個國家裡頭 有一些國家現在 還是很堅守它的標準 所以你要取得他們的護照 例如德國護照 法國護照 沒有那麼容易取得 但是呢 這成員國當中 就有人手頭比較鬆 輕易的發 尤其是它這個小小鍋 需要靠這個來賺外匯 沒錯 沒錯 就舉了兩個最有名的例子 一個是馬爾他 一個是塞浦路斯 馬爾他的標準比較低 只要100萬歐元 就可以投資移民 就可以取得他的護照 塞浦路斯呢 大概是210幾 220幾萬歐元 就可以去申請他的護照 然後就可以享受整個歐盟當中的一些福利 沒錯 所以塞浦路斯 光是靠賣這種黃金護照 就大賺了一筆 他從2013年開始推出這個計劃 他叫做什麼塞浦路斯投資計劃 總之你這個外資有錢人錢來了 那我護照就可以給你 當然理由中冠冕堂皇 就是說你進來這裡投資做生意 我當然讓你能夠長期拘留 是啊 所以2013年以來 他因此呢 而賺盡了70億歐元 70億歐元 我們再放到美國當然不怎麼樣 可是對塞浦路斯這個小島來說 已經相當是他一整年的GDP的四分之一 OK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到底對整個歐元區 會帶來麻煩 會帶來麻煩 因為首先是一個 他等於很多國家那種罪犯啊 洗錢的啦 被通緝的啦 有沒有 我們之前不是講什麼 郭文貴也有這個嗎 也有一本這個塞浦路斯護照嗎 那個那個馬來西亞那個 劉特佐有一度也媒體就說 他有拿到 他也有嗎 他也有塞浦路斯護照 其實 就幾乎各個國家通緝的重要的金融要犯 那前兩年那個不是有半導電視台 有發表一份叫做 塞浦路斯Papers 塞浦路斯文件 裡頭就揭露了全球各地 有大概兩千多人 有了那個護照 其中有五百多個來自中國 裡頭呢 很多中國的富二代啦 很多的富豪啦 很多的政協委員的小孩 還是政協委員本人 等於說他們很多 可能A的錢太多了 怕有一天出事 需要搬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對 所以這是對歐盟帶來一個很大的潛藏的威脅 但你說歐盟其他國家能怎麼去禁止他呢 其實也很難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政策 就說我自己 我沒有賣護照 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特定的理由 有利於我的一些移民或投資的一個政策 對 例如比方說像愛爾蘭 像愛爾蘭 他某種程度跟我們之前憲法是一樣的 他說只要你主父母是愛爾蘭裔 你其實就有資格申請他的護照 你知道光是這個條件 在英國就有六百萬人 外加美國 歐洲散佈世界各地的 在義大利甚至更說 如果你祖先曾經有義大利人 你就給他申請我們義大利護照 據說可以追溯到1861年 就四海一家的感覺就是了 所以光是1998到2010年 就有100萬人 因此而取得義大利的護照 據說另外還有6000萬 散佈在全世界各地的義大利益 其實是顯得可能 但很多都不會啦 已經在美國落地深更不會再回來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他也沒有辦法 指責這個賽普路斯的鼻子 罵說你不能這個樣子 對要定出規則來 其實也會綁住自己 所以很棘手 那我怎麼記得好像有新聞講到說 賽普路斯還是歐盟要求賽普路斯 收回他的黃金護照 是先有這個 但就很難了 因為所以經紀人是說 現在看到了吧 對於歐洲來說 很多的國家 其實不是歐洲 很多國家都把護照當作 要嘛是一種商品 在販賣 要嘛是一種 我可以動用的政治工具 我們都希望指控別人 但都不喜歡被指控 OK好吧 我覺得對台灣來說 可能也可以稍微想像 因為我們也真的很期待 因為我們的人口的結構 越來越傾斜 我們也很希望 越來越多的一些很好的移民 能夠進來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他進來的 不信想中的移民的話 到底該怎麼辦 OK好 大家謝謝今天沈英聰帶來 這個精彩的經濟選擇 打字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